我们来介绍资料类型与资料输入 我们必须先从网络上下载换本 好,假设换本先下载,在档案下载的位置 好,我们点换本 好,这换本呢 假设栏位这几个已经都先打好了 我们来输入里面的资料 好,好,好 好,来说明一下 这边输入的座号 它为数字 姓名部分呢,为文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 资料的类型有哪些呢 我们随便点一格 好,看一下格式功能表的格式 这是储存格 这边呢,有它的分类 主要它是数字部分 还是日期 时间 或者是文字 我们比较常用的是文字 文字呢 又可以分成其他的像科学啊 分数啊 或者百分比等等 好,这是我们输入的部分 好,这是我们输入的部分 日期 跟输入法有关 我必须将输入法呢 转成英数 好,再重塑一次 2011 2月1日 好,这一个呢 100年的2月3日 要输入2011 2月3日 像这种格式呢 它是属于日期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常见的民国年 我先选择这两个资料 移到格式 功能表格式的储存格 好,这地方我们刚刚有看过 这边日期呢 我们可以来选 选成我们常台湾用的民国年 哦,这样已经转换成 我们刚刚所讲的民国年了 但是下一个呢 因为没有制定格式 所以下一个输入的 应该也会是先前的西元年的格式 好,做一个示范 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格式呢 它数字是 是原来的数字 但是经过了我们的格式转换 显示出来的会有所不同 接下来介绍一下 我们的行动电话的输入 我们先输入一下好了 好,我们一般输入是这样输入 输完按Enter 可以发现0不见了 那我们怎么要让这个0呢 能够显示出来 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方式 就是在输入0开头的时候 要保留0 我们先输入一个单引号 好,这时候再来输入我们的行动电话 同样的 家里电话 比如说你要叫驱马的话 也是会不见 那怎么办呢 团方式 先输入单引号 好,我们先介绍到这里